严格林 芳华 第六章 这倒让刘峰吃了一惊 其实组织上通过林丁丁的转正申请并不像丁丁想的那么理所当然 那时候在我们那伙人里 业务优秀并不给政治进步加分 往往还减分 本分的是做不好没关系 跳群舞溜个边 唱大和唱冲个数都毫不影响你入团入党 只要做忙够了本分之外的事 扫院子喂猪冲厕所 或者偷偷把别人的衣服洗干净 偷偷给别人的困难老家寄钱 做足这类本分外的事 你就别担心了 你自会出现在组织的视野里 在那视野里越来越近 最后成为特写定格 丁丁进入组织的视野 不是由于他那音色独特的歌声和他对自己歌声的当真 每天上声乐课以图不断完善这歌声 而是因为他天生自带三分病 他活着什么也别干就已经是轻伤不下火线 他不是胃气痛就是浑身过敏 再不就是没来由的发低烧 他的那双脚也长得好 一走路就打满血炮 我们急行军夜行军千百里走下来脚掌光溜无恙 他一只脚就能打出十多个血炮 我总也忘不了女兵们在行军后脱下鞋时的失望 怎么就有这么不争气的脚掌 也不比临丁丁少行军一步啊 却是一个炮也打不起来 临丁丁的脚在众目睽睽下被卫生员抱在膝头 一针针的穿刺直至血水横流 十多个血泡上扎着引流用的头发 简直是一对人肉先人掌 此时丁丁总是对人们摆着软绵绵的手 不要看我 不要看呀 人群却包围不散 尤其男兵们 嘴里还不时的嘶嘶吸气 似乎丁丁已经局部地牺牲了 局部地做了劣势 他们追到局部的丁丁 后来我们知道 刘峰为了丁丁转正 还是做了些工作的 有些党员说他过分追求个人成功 刘峰反驳说 大学都开始招生了 都有人报考硕士博士了 光红不专的人以后没得浑了 党难道不需要一点而长本事的人 在这间关门庇护的五美车间里 刘峰对丁丁说 他入党了 他从此就放心了 丁丁奇怪地看着他 放什么心 放心从哪儿说起 我一直在等你 就是想等你入了党再跟你提 怕影响你进步 刘峰老老实实地表白 一双眼睛亮起一层水光 他的泪是因为想到自己几年的等待 那等待有多么苦 只有他自己知道 刘峰已经说得够白了 丁丁却还糊涂着 问他 等我 等我干什么呀 就等像咱现在这样啊 这样怎么了 丁丁偏了一下脸 刘峰觉得丁丁此刻简直可爱死了 这么无邪无辜 用当下话来说 他是真萌 小林 我一直都喜欢你 小林是刘峰一直对丁丁的称呼 年轻党组干部跟群众谈话 称呼是革命队伍里的 林丁丁听了这句话 还抱有侥幸 喜欢他 喜欢他的人很多 男的女的多的是 到军区军人服务社买牙膏 都会碰上几个中学生 告诉他他们喜欢他 喜欢他的歌 刘峰走错的一步 是坐在了那个庞大沙发的扶手上 这是他为下一步准备的 伸出臂膀去搂他的小林 可就在他落座的刹那 丁丁跳了起来 大寿惊吓的看着他 你要干什么 刘峰一下子乱了 他跟着站起身 扑了一步 把丁丁扑在怀里 丁丁的挣扎很轻微的 但男人知道好女人 在这种时刻都会半推半就一下 刘峰这时候说了错话 他说 我一直是爱你的 接下去他孤里孤农 丁丁大致听清了 他意思说这么多年了 他一直在等他 等他体干 等他入党 林丁丁突然挣扎的猛烈 并挖的哭出声 假如那次踢腿踢出了 卫生纸的大哭是冤无头债无主 不知谁糟蹋了他完好的纯洁 这次他是冤有头债有主 刘峰抱着这个哇哇哭的女子 完全乱了 不知正发生的是什么事 事情的性质是什么 他连掏出那一团糟的手帕都想不起了 展开巴掌就去给丁丁抹泪 根据丁丁后来对我们的描述 我想象力都跟不上了 那该是多滑稽的场面 刘峰一只手紧搂着林丁丁 生怕他跑了 另一只手那么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给他心爱的小林抹泪 一边抹 一边暗自惊叹到底上海女子 这手感 细嫩的呀 跟刚包壳的煮鸭蛋似的 蛋白还没完全煮结实 脸蛋就这样好了 其他部位还了得 手从脸蛋来到他那带柔软胎毛的厚薄梗儿 都是夏天的过错 衣服单薄 刘峰的手干脆从丁丁的衬衣下面开始进攻 刘峰继续说错话 小林 我对你是真心的 爱你 林丁丁突然破口大喊 救命啊 刘峰就像给人打了一棍 进入了半秒钟的休克 丁丁就是那当口从五美车间跑出去的 跑出去 还在哭 接下去又出现一个荒诞情节 跑出门的丁丁突然又折回 用脚去勾那扇门 似乎要替刘峰把门关上 勾了两下还是关不上那门 只听里面一个声音说 别管了 你走吧 这个声音之沙哑之无力 似乎发自一个正在咽气的生命 后来我们问丁丁他为什么用脚去关门 他说他不能用手 用手就会看见流风 他不想再看见流风 可是为什么要去给他关门 跑了不就完了吗 他糊涂的瞪着眼 摇摇头 又摇摇头 我想他是给下糊涂了 要把一场惊吓和造成惊吓的人 永远关闭在那扇门里 就在他执意用脚替流风关门的时候 王老师的儿子跑来了 他是唯一一个隐约听见丁丁呼救的人 这是个16岁的男孩儿 跟乐队的钢琴师学琴 此刻刚下钢琴课 走到未来的排球场上 男孩缺的就是一个姐姐 一直把父亲的得意门声林丁丁当亲姐姐 他从排球场寻着呼救声而去 症状上从五美库房泪奔而来的丁丁 问姐姐怎么了 丁丁跟这么个毛孩子说得清什么 接着泪奔 男孩目送丁丁消失在红楼的走廊门口 转过身 觉得自己有能力破除这悬疑 他很快来到唯一亮灯的库房门口 推开虚眼的门 看到流风在拆一个沙发上崩的布料 不像是他让丁丁喊救命的呀 于是他带着更重的悬疑回家了 回到家他跟父母说 姐姐哭了 对王老师来说 林丁丁哭是正常的事 舞台上唱砸了一个音 忘了一个词 他都会跟老师痛哭 倒是师母觉得儿子满脸一云好生奇怪 问了句丁丁为什么哭 儿子说不知道 但是好像还听他喊了一声救命啊 丁丁回到宿舍 我和小好刚擦了枣 已经熄了灯 我们正摸黑儿用擦枣的温水抹凉席 听他的呼吸不对 我拉开灯 看见的就是这个刚被人强奸未碎的林丁丁 好书文也看出事情很大 问丁丁怎么这负得行 丁丁一头栽倒在他自己的床上 大哭起来 隔壁的人和对门的人都被他哭醒了 我们的门上响起越来越不客气的敲击 林丁丁 大半夜的干嘛呀 我们只好关灯 在我们军营里 1977年夏天的西灯号跟其他所有号音一样 已经没多少人当真了 丁丁用毛巾毯捂住头 哭声小了 但整个地板都跟着他哽咽 直打站 等了半小时 他才从毛巾毯下钻出来 小好拧开他的小台灯 我们的丁丁全走样了 眼泪能把一张脸整容 整那么丑 催问了二十几遍之后 丁丁终于爆破出一声 怎么敢 我们问敢什么 丁丁说 他怎么敢 我们问 这个他是谁 他怎么敢爱我 再追问几句 他终于把这个谁揭露出来 我和郝书文早就怀疑 刘峰爱他 那么多甜饼还不足以证实这怀疑 一听刘峰的名字 我们都笑了 嘻哈着说 丁丁你他妈的也太抠了 能让医生和干事爱 就该让各行各业的男人爱吗 怎么就不能让刘峰爱一爱呢 未必人家就只能对你对所有人做好人好事 不允许人家对自己也做件好人好事 他爱上的哪个女人 那女人就该为他做件好人好事 丁丁的回答让我们更晕 他说刘峰怎么可以爱他 刘峰就不应该有这种脏脑筋 小好从床上跳下来 直直的矗立在丁丁床前 插着腰 俯视丁丁的脸 好书文说 怎么脏了 林丁丁说不出来 好书文又逼一句 干事何参谋爱得 人家刘峰就爱不得 林丁丁嘟弄说 他就爱不得 为啥 林丁丁还是说不出来 脸上和眼睛里的表达我多年后是这全是 受了奇耻大辱的委屈 也不对 好像还有是一种幻灭 你一直以为他是圣人 原来圣人一直惦记你呢 像所有男人一样 惦记的也是那点儿东西 试想 假如耶稣惦记上你了 惦记了你好几年 像所有男人那样打你身体的主意 你恐惧不恐惧 恶心不恶心 他干尽好事 占尽美德 一点儿人间烟火味也没有 结果呢 他突然告诉你 他惦记你好多年了 一直没得手 现在可算得手了 1977年那个下夜我还全是不出丁丁眼睛里那种复杂和混乱 现在我认为我的权势基本是准确的 他感到惊触 幻灭 恶心 辜负 矗力在他床前的好书文为刘峰十分的不平 他突然低沉的嗓音里有种威胁 刘峰怎么了 哪点配不上你 跟配得上配不上没关系呀 丁丁说 这都蛮拧了 他的上海口音说北京话 非常好玩儿 他要不是想拼死解释自己 不会急出北京话来的 我也觉得蛮拧 这是个成长了好几年已经长得巨大的误会 丁丁说不好是怎么个误会 我能模糊意识到 可又排列不出语言来 曾经大家认为我思想意识不好 那之后一直没断过人对我的思想意识摇耳朵 可是一般思想意识有问题的人 都是比较复杂敏感的 所以我能意识到临丁丁的委居和幻灭 人家不绝不瞎的 是矮了点儿 也不难看哪 没说他难看哪 那你到底嫌他什么 丁丁难难的说 我什么也不嫌 我嫌得着嘛 我敢嫌刘峰嘛 说着他又啜气起来 这回真是伤心呢 跟我们这些人有指望讲通嘛 我看刘峰不比你那个那颗大夫差 我看刘峰不比你那个那颗大夫差 什么好啊 还带两孩子 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你还不一样得当后妈 二十五岁当后妈 就那么幸福 摄影干事也没什么好 由头划脑 我看就是个骚花工 结婚不出两年就得花别的女人去 刘峰比他俩强多了 人家刘峰多好啊 你能挑出他哪点不好来吗 丁丁冒出一句 好 你怎么不嫁给他 小好的脸上也出现一种被恶心了的神情 并且为这恶心吃了一惊 偶像千好万好 跟他接吻恐怕接不了的 会恶心了偶像 更恶心了他自己 丁丁又说 你怎么不劝萧穗子跟刘峰好 我油腔滑掉 不能毁我英雄哦 萧穗子这种人 组织不是早就指出 有思想意识问题吗 奇怪的是 我也觉得跟刘峰往那方面扯击倒胃口 现在是过多年 我们这帮人都是结婚离婚 过来的人了 我才把年轻时的那个夏天夜晚大致想明白 现在我试着来推理一下 假设刘峰具有一种弗洛伊德推论的超我人格 Super Ego 那么刘峰向此人格进化的每一步 就是脱离了一点正常人格 即弗洛伊德推论的掺对着本我 ID的自我 Ego 反过来说 一个人距离完美人格 超我越近 就距离自我和本我越远 同时可以认为 这个完美人格越是完美 所具有的藏屋纳垢的人性就越少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他有着令人憎恨也令人热爱 令人发笑也令人悲怜的人性 并且人性的不可预期 不可靠 以及他的变幻无穷 不乏罪恶 婚心肉欲 正是人性魅力所在 相对人性的大婚 那么超我却是竞速的 可碰上的对象如林丁丁 如我消碎子 又是十大婚者 无婚不参 怎么办 好书文之所以跟君二流子表弟私混 而不去眷顾刘峰 正是我的推理的最好反正 刘峰来到人间 就该本本纷纷做他们的模范英雄标兵 一旦他们身上出现我们这种人格 所具有的发臭的人性 我们反而恐惧了 找不到给他们的位置了 因此刘峰被异化成了一种旁类 试想我们这群充满淡淡的无耻和肮脏 小预念的女人怎么会去爱一个旁类生命 而一个被我们假定成完美人格的旁类 突然像一个君二流子一样抱住你 你怪丁丁喊救命吗 回到1977吧 丁丁还在她怎么可以爱我上纠结没完 好书文问她打算怎么办 她不知道怎么办 小好警告她 无论怎么办都不该出卖刘峰 你不爱她是你的权利 她爱你是她的权利 但你没权利出卖她 这是在咱们屋里就到此为止 听见没有 我出卖过别人 后来看到被出卖的人有多惨 我顿时对这个分队队长充满敬仰和尊重 我没问她出卖过谁 那年头谁不出卖别人 丁丁答应 绝不出卖刘峰 到此为止 林丁丁并没有告诉我们 刘峰触摸了她 直到第二天 声乐老师把儿子讲述的情况略作分析 在丁丁的声乐课上查问了她几句 事件才真正爆发 对于丁丁 声乐老师就是代理父亲 可是丁丁就是跟她亲父亲也不会出卖刘峰 王老师是非常宝贝丁丁的 他立刻秘密地找到专管作风的副政委 说她儿子听见丁丁喊救命 并目击了丁丁泪奔 一定是丁丁被人欺负了 副政委和声乐老师一块儿秘密约谈丁丁 经不住软硬坚施的追问 丁丁最后还是招出了流风 王老师倒抽一口冷气后 问是怎么个欺负法 丁丁这回一句都不多招了 参考虑 请不吝点赞 计党